就是汽車裡面的car cam 其實如果你們是開車的人 其實有一部car cam 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 例如發生意外的話 你找不到證人的話 如果你買了一部這樣的camera 放在這輛車上 其實你可以拿它來做 程堂證供 或者去演梳公司講也行 今天為什麼想介紹這一款呢 其實我自己本身買了幾部這些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一部機 價錢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 而其他那些差不多 有些上到五十幾 六十幾 有些上到百幾 二百幾 三百幾 其實就不需要 為什麼呢 其實我用了這部機來說 其實我在路面情況來看 錄其實都很清的 先介紹一下 這一部雪錄機 在車裡面 其實有什麼配件 我先打開它來看看 其實裡面 包含了 一附這些 一附這些 攝影機 打開來給大家看看 其實因為 本身呢 你買到太貴 其實沒什麼用 其實 這一部呢 是中國橙的 其實 就比較上 很便宜的 就不需要買到太貴 因為 如果你買到太貴 因為 如果你買到太貴 那如果一旦壞了的話 那 整部機 就會很浪費 那如果你普普通通 一部這樣的機 其實呢 如果它是 按著特價 或者special 的話 其實 25元左右 你就可以買到 一部這樣的 CarCam 那 之後呢 它還有一些 配置在裡面 那 我們打開來看看 那 之後呢 它裡面 就會跟著 一條這樣的 USB的線 那這條線呢 其實你駁在車上 其實很長的 因為它可以 和你呢 放進去 那個車的旁邊位 那其實呢 就undercover了 其實你是 看不到的 那它其實呢 這條線呢 大概都 都幾長的 都有 差不多 12呎那麼長的 那 另外呢 還有一個 配件呢 就是一個 短的USB 那這個呢 就是 當你 攝錄了些東西 或者是 你想家裡充電的話 那 它也都可以和你充電 那如果 譬如說 我想拿個file出來 都可以 其實你也都可以 就插進去電腦裡面 那然後呢 它就會打開個file 那它打開了file之後 你就可以把file抄出來 那另外呢 它還有多個配件的 那 它的配件呢 就是讓你 截在那個 擋風玻璃那裡 一個小小的 這些 那然後呢 就加一個 這些電池 那我們 先放了這個電池 先放了這個電池 放到這個電池 之後其實你就可以開機在裏面有很多設定的 因為我試過買過比較貴一點的汽車試錄機 但最大的問題是 貴的汽車試錄機其實它只可以和你recall 大概是五分鐘 因為我看過是一分鐘兩分鐘或者五分鐘 雖然你看上去價錢便宜 而且你看上去好像款式很便宜 其實它裏面的功能都蠻好用 這部機來說它可以幫你攝錄到大約15分鐘 其實它見到你這裏 這裏其實有個Menu 你按下一個Menu 其實這裏有全部的setting 那如果譬如說你想移到下一格下一格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裏 譬如你現在先set這個 譬如說我現在想改它做720p 我可以按這個按鈕 720p 如果譬如說你選了720p的話 你開了一盞紅色燈 你按它OK 它便進去了 然後你如處類推 譬如說你想set下面那些 你可以逐格逐格和它set set到你喜歡的功能為止 當你set完之後 你按個setting OK 其實它便可以走出去 走出去之後 它便可以和你錄完所有 譬如你在外面走車的時候 譬如說有時候發生什麼 突發事件 你都可以用這部機來錄的 我稍後會播一段小小的短片 大家便可以看到 錄了出來的效果究竟是清晰 還是不清晰 其實我來說 就覺得錄了出來 就比較清晰 因為還有這一部機 有一個好處就是 如果譬如 當你插在車上 當你搭時的話 它會自動開機的 那如果譬如說 當你關了車之後 它差不多大概是 30秒之內 它便會自動關機的 那其實這一部機 我覺得 就比較上挺好用的 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考慮一下 買一部這些機來玩一下 其實這部機來講 是比較上已經是最便宜的了 譬如簡單單單 可以買一部那些 平平的機來玩一下 都可以的 因為這一部機其實 它是中國製造的 那麼其實呢 就比較上都OK的 那麼有時候呢 譬如說 我不是拍了一些Radio的 那麼有些Radio呢 因為我自己拍來講 因為沒有人幫到我手 就拿著一部手機來拍攝 所以呢 我都會用這一種機 錄的 那麼很多那些Radio呢 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你將它 譬如說 你找一頂那些帽 你找一頂帽 你找一頂帽之後呢 譬如說 你 綁上去上面 比方說 你上面有一頂帽 那你這裡呢 就穿一條銅線下去 就扣住了這一部機 那你扣住了這一部機之後 當你要錄影的時候呢 譬如說 你看不到那個Focus的話 都不要緊的 那因為你 你正面這樣對著這個位置 那你打開它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鏡頭的嘛 那當你看到那個鏡頭 譬如你要錄影的時候呢 你可以按這個紅色按鈕 那你按了那個紅色按鈕 那你按了那個紅色按鈕 其實就開啟了的 那你開啟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拍你的那些Radio 那樣錄完之後 那錄完之後呢 你再按這個Power呢 那其實呢 它都會自動關掉的 那其實呢 這一部東西呢 就多用途 就比較方便了 那你其他的那些 卡鏡呢 它整部一個相機這樣呢 那你如果你比如說 你上說 譬如你自己拍過Radio的話呢 你想放在帽子上面呢 又不方便了 但這一隻呢 又比較扁一點點 那所以呢 你放在帽子上面呢 扣過那些這樣的視線的話呢 那其實你要錄影呢 其實都很方便的 好像我現在這樣 錄這一段Radio呢 其實我都是用回 這一隻粉牌的 的卡鏡呢 只不過我就放在帽子上面 那它又可以錄時 亦都可以介紹所有的 那些Radio那些東西 那你就不需要 譬如說你拍過Radio呢 你要別人幫忙 還有這一架 這一架機呢 還有一種好處 就是說 它可以把那些SD卡進去 它可以放一些SD卡 那其實那些SD卡呢 你可以放譬如說 是 100GB也好 16GB也好 甚至乎去到 64GB 你亦都可以放到 因為這一部機呢 其實可以去到128GB 都沒有問題的 不過因為現在的SD卡呢 128GB是比較上貴的 那所以呢 我通常都是放一些 32GB 或者是 64GB 那些是比較上便宜的 那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你們都不妨試一下 找一部這樣的機器來買 那其實這一部機呢 其實不容易 不是太難找到 這隻牌子 我再展示一次 盒子就是這樣的一款 那你譬如你出去 如果你看到是這款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 其實這一部機器 不太差